地方去抓 那URL的parameter 像这个是 最多 max results是多少 一次 你可能怕 这个意思说 你可能怕这个一次 传回太多了 事实上Google也有限制 然后你任何用任何的这个 web API 或者是我们现在用到的 这个 用gdata去抓资料的时候 那 它都会有一个限制 你不能够抓太多 如果你一次把它做 你如果搜寻 你把全世界资料抓回来 你也可以啊 那所以 所以一方面 你自己不希望知道太多 因为一方面他 他也不希望把他做的内容给你 然后 然后呢 也有可能因为 你不知道你要抓什么东西 浪费了很多网路贫款 所以 这个机构上 你就可以有一些参数可以加 像这个max results 就是说我抓好最多 可能我这次会抓到太多 所以maximal route等于多少 像这个 这是他在他的这个 url的permint gdata的urlpermint 他就支援给你的 或者是你要 他可以帮你转换成一些传回的资料格式 你要传回 传回成街上 比如说街上有的时候 Jazz Creek处理很方便 用街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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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递呢 还是用 ATRN还是用RSS 就他回传给你的资料 他在那边 也可以有一个格式翻船 我们这个在雅虎派里面 也有提到的 如果 你记得雅虎派的话 你再对照想一想看 当然就通了 那 那这些 我们在雅虎派的时候 说必须在地图内之下 必须要用街上传 因为他没有提供 这个 这个RSS的 这个 他没有提供街上的形式 所以我们要去Jazz Creek处理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 那份的讲义了 那anyway 那回到这个urlpermint 他就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限制 那使用给你来 怎么样来使用呢 以下 以下的这个投影片 我很快的带过去 因为我们在 暑假的宅学营里面 跟这个寒假的宅学营里面 都在YouTube上面有 投影片跟那个 影片都有 是学长谈的 的 这个 这个是Goal Calendar 这有Goal Calendar Goal API都有 怎么样 那这也是怎么样get 这个 这应该是李凯逊 他的 他的这个 Candle fee里面 去抓一笔资料 抓出来 把 从Goal Calendar里面 去get 当然我们用程式里面去get 那现在是 我们直接打指令去get 那get得到 大概是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get就是 你到你的 自己的形式里面去抓 那抓回来 当然这sml是看不懂的的 你看起来 那看不懂的 那这个 你可以把它变成 看得懂的 看得把 把它处理成 用程式 看sml是看不懂的 处理成程式 你的形式里面的东西 要干什么 你这个第几节要上课 要干什么东西 那这个就在 这边可以做出来 所以这个 这个是 当然是最简单的程式 那然后 所以你get出来东西 一定是 这个所谓看不懂就是 得到是GD的 这些data 他这个有feed 得到一个feed的ID update时间 title 这个人 这个人 他的ID publish时间 title content 等等等等 然后 when whale 就是他如果那个data里面有换whale 就可以拿到 也就是说我刚才讲的 像像助教他把 youtube的那个 video放上去的时候 他如果有把时间 有把这个地点 有加进去的话呢 经纬高度有加进去的话呢 那你抓到的时候呢 那经纬 经纬纬度高度都有 你 所以他等于订了一个这个 价格式给你 然后这rating 别人的common 别人的rating 他通通都加进去的 那如果说 你 你有这个资料的话呢 你用程式 或者你用这个 你就可以抓得到 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没有 那他他 google不能帮你假照资料 也不能帮你弄资料 他他最多只能把update upload update的这个时间 他可以帮你填进去 但其他的这些呢 其他这些东西 他不能帮你填 所以就这个 好 get的话 这个get到的是 怎么这个长相了 这个 那么里面是一个一个entry entry里面 可能有published updated 每一个entry都有 都有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 那post的话 等于就是insert insert就post post的这个也一样 post 你要post一个东西上去 所以这个是 这个我们前面都看过了 这个 这个要create 这个要create 你要create一个 create的人 author是谁 好 然后content 那就是 put也是 所以这些都 都是这个 query 这个刚才谈 query 刚才有 maximum load maximum minima start index max results 刚才我们看到是maximum results 但你还有什么 你可以update minimum max publish minimum max category 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 你在query的时候 你可以下载后面的这些参数 我们刚才看到是max results 我们刚才稍微说明了一下 你query的时候 最后的最多 每一次无比 等等 delete delete当然就是最 如果真的不要它 要delete的话呢 也可以 batch 我们很快谈一下 batch的话 Googleapp engine里面 抱歉 那个 atom property protocol 我们刚才谈到atom pub 的protocol 那个 就是gdata的前身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源头的那个protocol 它没有batch batch是什么 batch批示 它不能够批示的做 一次就是 就是做一个查询 做一个新增 做一个修改 做一个动作 那gdata呢 gdata它有支援batch 它有支援这个 批示性的动作 也就是说 你一次可以做好多个动作 为什么 我程式为什么要 因为有的时候 有些东西你要在后端做 你要躲在后面做 你不要让别人看到 所以 所以这个 像gdata的话 你可以做很多 可以 比如在这个entry 一个fit 这个entry里面insert 那个entry做update 下一个entry做delete 再下一个entry做query 所以gdata可以让你在 所以你的层次里面 做这些事情干嘛 有的时候是做一些 清洁的打扫工作 有的时候是做一些 管理的工作 你做一个管理者 那你可以再利用这个 来做一些管理的这些 所以batch的东西也很好用 所以它gdata 比atom property protocol 它多了一个这种批示的 你可以把好多个entry 好多个动作摆在一起 等于我可以 我这次要做几个新增三组 要查询修改 我可以把它摆在一起 一起来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feature 很好的一个功能 那response就追寻 觉得那个response来做了 gdata同样的 有一个video google本身的video 然后还有好多的 这个其他的video 这个大家可以再参考了 好那gdata我们就谈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认证授权的这个部分 认证授权的部分 我主要介绍一下OAWS 或者你要做安全的 那大概你的背景 就是你作业系统要了解 网路要了解 软体开发要了解 它才能够开始 那所以有时候同学 在做安全的东西的时候 因为背景都不太足 所以有时候搞不太清楚 我到底站在什么位置 那其实安全里面 除了那些东西要知道以外 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 我们这张投影片 这个我觉得那个忘记是谁 当然我是拿别人的投影片 我应该要给他credit 可是我不记得是谁做的 但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 就是你要从几个角度来看 一共有四个角色 考虑到安全的时候 第一个是资源 就是那个资料 那个content 我们现在资源讲content 那个video 或是我写给别人的email 或是我的这个 我的照片 照片上面这个 有不能给别人看到的东西 或等等 或是一个这个 所以有一个protective resource 这个概念 那protective resource 是放在哪里呢 你放在service provider那里 放在无名 所以无名的正妹相片 一再的被破解 对不对 所以无名就是个service provider 那皮卡莎也是 那YouTube也是 那那些是service provider 那通常都是 大部分都是透过那个界面 去access那个 去抓那个protective resource 可是呢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门课谈到的是什么 我要用程式去抓 对我们不是一般人 对我们是这个 我们是精英这样讲的 有没有脸会脸红 我们是精英的 精英才找到工作 不是精英以后就找不到工作了 那我们是要用程式去access那些资源 所以我们有consumer application 对我就是用一个程式去access 所以使用者是透过我们的程式 去抓那个protective的资源 然后呢 那个程式是帮谁 帮谁去抓 帮使用者 on behalf of you